1995年6月29号清晨的东莞市凤岗镇 一个老农挑着担子经过菜地 突然老农看到菜地当中的小路上 横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 编织袋里塞了满满的 袋口已经被撑开 散发出了一股臭味 老农有些眼花 仍然看到袋口里面白花花的 椭圆形的肉体 诶 这是谁家扔死猪类啊 最近的凤岗镇的农民流行养猪 经常有猪病死 病死的猪肉卖不掉 也不好处理 有些无良农户 就把猪扔到别家的菜地上 这老农年老力衰 也管不了这么多 只能从袋子上挂过去 就在他跨过编织袋的时候 老农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老农年轻时候养过猪 也杀过猪 对猪很熟悉 这个椭圆形的肉体 看起来还真的像猪 但是皮肤非常细腻 和猪的粗皮完全不同 老农吃了一惊 忍不住放下担子 拉开袋口 仔细查看 看着几眼 老农猛然发现 肉体上有一片人的胸毛 天哪 这是人 老农吓得向后跌倒 差点昏死过去 凤岗镇公安局的刑警 迅速看到了现场 对编织袋进行了检查 老农判断的没错 这确实不是一头猪 而是一具被看断四肢 和头颅的男性人体 这是一起杀人分尸案 几个小时之后 东莞市公安局刑警 紧急赶来 进行现场勘察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又有惊人发现 就在这个人体躯干 不远处的菜地的深处 还有一个大的贬值袋 刑警打开贬值袋 发现里面是一具 全裸的女尸 死了两个人 这可不是小事 东莞市立即组织警力 进行调查 根据尸检表明 受害者显然都是有钱人 那具男尸 虽然没有头颅和四肢 但是可以看出 身上肌肉不少 这并非体力劳动者的那种肌肉 而是通过健身运动 练出了肌肉 看来死者生前 生活不错 曾花了不少钱去健身 至于那具女尸 一看就是有钱女人 女性死者大概三十几岁 长相一般 体态丰满 皮肤非常细腻白皙 双手细嫩 无一点老钱 看来 女死者生前 绝非体力劳动者 甚至连家务都没有做过 女性死者生前 没有被强奸 这不是强奸杀人案 但是奇怪 为什么歹徒残忍的将男性死者 砍掉头颅 却让女性死者保留全尸呢 警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是 男性死者应该在当地比较有名 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而女性死者 则很少在东莞活动 没有人认识的 没有必要碎尸 虽然有了结论 警方仍然拿着女性死者的照片 在东莞市进行排查 果然毫无收获 这周边只有区区两个人报警 都是儿童和老人走失 拿着照片到处找人电刃 也无功而返 根本没有人看过这个人 案件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个时候 法医方面突然有了重大突破 资深的广州市法医 无意中发现 女死者的脚步 大脚趾有些变形 经过法医反复的分析 认为这不是残疾 或者死后失变 而是因为死者 从青春期开始 就穿高跟鞋所持 表面上 这个发现似乎没什么 实际上 却有着极大的意义 案发是90年代 死者为接近40岁 也就是说 他青春期 应该是在六七十年代 谁都知道 六七十年代 中国大陆是什么样 高跟鞋 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谁敢穿 怕是要游街 那么结论很明显 这个女性很可能 不是中国大陆人 在东莞市 有很多前来做生意的香港人 台湾人 澳门人 新加坡人 这并不稀奇 死者既然有可能 不是中国大陆人 案件的性质 也就不同了 东莞市公安局局长 和刑警大队长 决定成立六二六 专案组 全力侦破 这起杀人 碎尸命案 专案组组长 也就是局长 汪刚 决定立即 去东莞的外籍 老板中调查 事实证明 他这个判断 非常高明 第二天 专案组 就有所收获 东莞市 唐夏珍 一个五金厂的 香港老板 失踪 这个叫做 陈嘉恩的老板 失踪之前 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在香港的陈嘉恩太太回忆 失踪前的两天 也就是六月二十七号晚上七点 陈嘉恩驾车离开工厂 说是外出吃饭 晚上九点会赶回来开会 不过 当晚陈嘉恩 并没有回来 陈嘉恩的太太说 他的丈夫 好色成性 在东莞深圳 广州 包养多个情人 晚上 陈嘉恩 没有回来 工厂 其他员工 也没有太在意 认为 他可能是在哪个情人家 过夜了 没想到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 在香港的 陈嘉恩太太 突然接到 丈夫的电话 电话中 丈夫明显有些恐惧的说 自己急需八十万人民币的资金周转 让太太立即带着钱送到深圳香格里拉酒店 并交给一个黑色皮肤的女子 电话最后 陈嘉恩再三嘱咐妻子 一定要按时交钱 千万不能拖延 陈嘉恩的太太 是个家庭妇女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顿时被吓得不行 他急忙找到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陈嘉恩的大老板 陈嘉恩的岳父 立即找到女合伙人 陈杰文 商量怎么办 陈杰文 也是香港人 十几岁 就开始经商 他只有三十多岁 社会经验 却很丰富 沉得住气 陈认为 陈嘉恩肯定是被人绑架了 不过 陈是被大陆人绑架 还是被香港人绑架 还不好说 当年香港有一些 专门绑架富人的黑社会分子 陈认为 有可能是他们干的 香港黑社会 是谋财不害命 只要给钱 就会放人 但如果报警 就有可能会被撕票 陈杰文 认为不能报警 还是破财荡灾 见陈嘉恩太太 只会吓得哇哇哭 陈嘉恩的岳父 年纪又很大 陈杰文自告奋勇的带着八十万赎金赶赴深圳 二十八号下午 陈嘉司机阿浩开车 带着陈杰文和八十万人民币现金赶到深圳酒店 果然陈杰文被一个黑色皮肤的女人接走 由此 陈杰文也失去了宗静 八十万元现款 不翼而飞 根据陈嘉恩太太的描述 这两个死者很可能就是陈嘉恩和陈杰文 陈嘉恩太太已经赶赴东莞 辨认尸体 男尸没有头颅和手脚 毕竟多年夫妻有什么认不出的 从胸毛和其他痕迹之中 陈嘉恩太太确认死者就是陈嘉恩 司机阿浩也认出女死者就是陈杰文 确定了死者 案件却仍然困难重重 陈嘉恩是个做生意的老板 从香港到大陆认识无数三教九流的人 社会关系极为复杂 陈嘉恩为人精明爱算计 得罪过不少生意上的朋友 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买凶杀的 除了生意以外 陈嘉恩非常好色 情人众多 长期包养的娇姐都有好几个 也不能排出轻杀 还有陈嘉恩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老板 谁都知道他有钱 也有可能被人谋裁害命 可能性太多 社会关系太复杂 警方摸牌了很久都没有头绪 专案组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陈嘉的司机阿浩 阿浩开车将陈杰文送到酒店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接他的黑色皮肤的女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阿浩认为这是香港黑社会绑架杀人 吓得连工资也没有 离开陈嘉 在香港躲了起来 东莞警方联系香港方面 请他们帮忙找人 经过反复寻找 终于找到了阿浩 阿浩开始拒绝合作 静不住香港警方反复劝说 最终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那个黑皮肤女人 我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 她似乎是陈老板以前的一个情人 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 警方立即将调查重点 放在陈嘉安的情人上 遗憾的是 陈嘉安的情人实在是太多 不下几十人 有过一夜情的小姐 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情人小姐 基本都不是本地人 用的都是假名 还经常换城市 依靠专案组 这一点警力 短期内根本无法调查清楚 于是案件再次陷入死胡同之中 就在这种绝望时刻 广东省公安厅的法医神探们 再次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就是死者的死因 陈杰文尸体完整 很容易就确定了死因 是机械性致死 也就是窒息致死 这本身没什么帮助 但是进一步尸检表明 陈杰文是被重物砸中头部 导致脑干严重受损 才窒息死亡的 打慢棍吗 这也不稀奇 稀奇的在后面 根据法医反复复原 他们惊讶的发现 陈杰文竟然是被人一拳打死的 根本没有用什么武器 专案组一些刑警 已经从警三十多年 看过数百起杀人案 却从来没有见过 谁用拳头杀人 再次分析 陈杰恩尸体的躯干 可以判断 这个强壮的男人 也是被人一拳打中头部 活活被打死的 打死一个女人陈杰文 也许还不算什么 但是能一拳打死 全身都是肌肉的陈杰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要说是一个人 就算是一条狗 普通人一拳打得死吗 警方认为 能够有这种拳脚功夫的 绝对不是普通人 应该是个武林高手 他不用武器杀人 说明死人对自己的功夫 很自信 应该是武术界的成功人士 这一次广东警方 真的是柯南了 推论完全正确 有了这个推论 案件立即有了重大进展 此人有进展 也并不稀奇 广东省和深圳市 能有几个武林高手呢 警方调查 陈家恩 哪个情人身边 有个武林高手 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 和陈家恩关系很好的商人 卢先生反映 有一个叫做邵淼淼的女人 曾经是陈的情人 1994年7月 陈家恩曾经在深圳 以每月6000元的工资 包养邵淼淼淼 还为他租了一处豪华的公寓 几个月之后 陈家恩发现邵淼淼淼 和一个有名的武林高手 暗中来往 恼怒之下 陈就取消了包养 赶走了他 警方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去调查这个邵淼淼 和那个武林高手 迅速的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根据卢先生提供了一张 陈家恩生日聚会的照片 司机阿豪认出 接走陈杰文的黑色皮肤女人 就是照片上的邵淼淼 邵淼淼淼是谁 他在哪 每个人都不知道 卢先生说 邵淼淼似乎是甘肃兰州人 在深圳某个夜总会 坐过台 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 警方急起急落 再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只是警方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而深圳这套豪华公寓的保安 突然提供了关于武林高手的重要线索 保安说 那个武林高手身高体壮 经常穿着警服去找邵淼淼 一次深夜十二点钟之后 穿警服的高手要上楼 保安不让 两个人争吵起来 高手很蛮横的说 我是深圳警校的 你一个小保安敢拦我 保安说 你是警察了不起啊 这里十二点以后不许进出 两个人说僵了就要动手 保安刚从武警部队退伍 身手很好 自认为绝对不会打输 保安举起警棍恐吓说 你在嘴臭 别怪我收拾你 谁知道一秒钟之后 这个高手突然一个飞腿 竟然将保安举在空中的警棍 踢飞了十几米 保安回忆 这一腿踢得又快又准 力气极大 简直就像李小龙一样 保安说 我在武警多年 身边很多战友 身手不凡 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厉害的拳脚功夫 保安吓呆了 不敢阻拦他 任由他进去了 不过保安事后又回忆 这个家伙为人还不错 后来两个人又遇到了几次 高手没在意那天的事情 还主动递烟给他 哎 以前一点误会 算什么 都是大老爷们 别学娘们 那么小心眼啊 高手对保安说道 听说保安是武警退伍的 也会一些拳脚 高手就更高兴了 还说 哎 你看你小子就是练过的 我呀 是教权的 你有兴趣啊 来我这里教教课 哥哥 不会亏待你啊 后来没多久 高手就失踪的 保安再也没有遇到他 保安认为 这个人大大咧咧的 说话做事 挺豪爽 不像是一个杀人犯 好了 保安说 他是深圳警校的武术高手 这还难找了吗 几乎没有费力气 警方就从警校的档案中 找到了这个人 看到档案时 刑警们惊呆了 做梦 也没有想到会是他 不错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中国散打王乔利夫 乔利夫在当年 称得上是威名赫赫 是全国最厉害的散打高手 乔利夫 大连人 1964年出生 当年30岁 乔利夫 16-17岁开始练武 败在辽宁省公安专科学校 武术教练李增福的门下 李增福对这个学生极为看好 认为他身体强壮 反应神速 是天生练武的材料 巡武没几年 乔利夫就获得了大连青少年自由搏击擂台赛的冠军 随后他又获得了辽宁省散打比赛冠军和全国散打70公斤的冠军 师兄弟曾经回忆说 乔利夫之所以成功呢 是和他的经历有关 他爸爸性格软弱 脚步有残疾 全家经常受人欺负 在乔利夫十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呢 因为受不了欺辱 上吊自杀 乔利夫发誓 一定要苦练武功 再也不别人欺负了 他的意志很坚强 又特别刻苦 但是性格啊 好勇斗狠 为了练体力 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 从大连南关岭中沟啊 跑到金县 再返回 行程大概十公里 风雨无阻 随后乔利夫又去武汉体院深造 连续获得几节全国三大冠军 和一届世界冠军 打败过海内外几乎所有对手 在圈内名气极大 他的教练介绍说 在这个级别呀 能够与乔利夫对抗的 只有北京的杜振高 杜啊 擅长摔法 乔呢 腿法刁钻凶狠 两个人经常在决赛中相遇 互有胜负 和各位老铁说一下 杜振高是武术界的著名人物 他与武术明星李连杰 出自同一师门 身怀搏击绝技 叱咤舞台二十年 五次获得全国75公斤级 武术散打冠军 五次获得全国冠军 军警格斗大赛冠军 他还创造了仅仅以两分零六秒 就把对手记下擂台的全国记录 他先后担任中国武警特警学院 搏击教官 教研室主任 从事特警搏击教学十八年 培养特产人才三千多人 编著武功教材二十五步 在那个时代呀 有说法 泰拳克三打 泰拳呢 可以用西州 更为凶恶 不过泰国同级别的泰拳手 却根本不敢和乔立夫过招 深圳警校 用尽了心思 才聘请到乔立夫 做武术教练 警校的教练们 对乔立夫 很是敬畏 他们认为 乔立夫 堪称 拳脚双举 身高一米八级的乔立夫 自称 对付普通男人 最多一拳 就能够打死一个 相比拳头 乔立夫最厉害的 还是腿弓 他的腿速度极快 力量更是惊人 在训练之中 他曾经一脚 将一百五十斤重的沙袋 替肥几米 普通人 绝对受不了他的一脚 同事对乔立夫的印象 倒是很好 认为 他有东北男人的豪爽 警校教官收入有限 乔立夫经常请同事们 去吃饭喝酒 事后 全部由自己买单 不让别人花钱 同事有些什么困难 去找乔立夫 他一律来者不拒 尽量帮忙 在警校之中 乔立夫也是安分守己 没惹过什么事 领导对他的评价不错 不过 有些人认为 乔立夫 武功高超 脑子 却不大灵活 没什么心眼 属于愣头青 乔立夫 在深圳 警校 拿着一份 不菲的工资 他还在外面 开班收徒 深圳人有钱 知道全国 最厉害的高手 乔立夫 开班 众多爱好者 趋之若鹜 乔立夫武馆 每个月收入 高达十几万 他曾经 花一百多万 买了一块地 都这么有钱了 乔立夫 却很讲面子 为此 差点被警校开除 有个朋友的舞厅 经常被小流氓骚扰 找他帮忙看厂子 谁都知道 看厂子的是黑社会干的 乔立夫 这样一个警察 竟然去干了 为此 乔立夫 被领导严厉地批评过 一些同事还疯传 乔立夫被一个女人 耍得团团转 乔立夫在深圳 有老婆女儿 她的老婆才26岁 美丽温柔 在幼儿园当老师 有这种老婆 乔立夫 却养着情人 这个情人 皮肤很黑 偏胖 相貌平平 远没有乔立夫 原配漂亮 却怕乔立夫 迷得晕头晕脑 一个教官 回忆当年 说道 乔立夫 是在夜总会 认识这些小姐的 这个女人呢 又矮又胖 谈吐粗鲁 满两胸像 我很不喜欢她 乔立夫啊 却对她言听计从 爱如珍宝 简直 就像是在热恋 我私下里啊 问我乔立夫 怎么被这个 坐台小姐 牵着鼻子走 乔立夫说 这个女的 对她很好 是真心的 我想 坐台小姐 哪里有真心的呀 但是这句话 就不方便 对乔立夫说了 警方立即调查 邵淼淼和乔立夫 发现 在这一次 碎事案之前 两个人 已经犯罪 5月26号 乔立夫 火通 董宇 房庆宗 突然将 邵淼淼坐台歌舞厅的 丁姓女领班绑架 他们先是将她家 三十多万元财务抢走 然后又由邵淼淼动手 狠狠地打了她一顿 乔立夫说 女领班欺负自己女朋友 邵淼淼 想要活命 就要再取二十万来 女领班无奈 只得 取银行 取钱 跟她一起去的 房庆宗 是个恋武的粗人 也是个缺心眼 在银行 取钱 期间 女领班 趁机 用粤语 向银行 支援求救 警方 接警后赶来 将房庆宗 堵在银行里面 抓住 乔立夫 和东宇 邵淼淼 发现事情败露 落荒而逃 由此 他们犯下了绑架勒索罪 根据当时的法律 至少要坐牢几年 乔立夫 为了给女朋友出口气 不但丢掉了警校的铁饭碗 和工作 约收入十几万的教练工作 还成为了通缉犯 警方认为 乔立夫收入高 出手 却阔绰 花钱很多 没有什么积蓄 现在三个人急需要钱 逃亡 就绑架杀死了 邵淼淼之前的情人 陈老板 同时 他们杀死了 曾经见过 邵淼淼的 陈杰文 进行灭口 警方追踪三个人去向 向全国发出了 截查通告 7月5日 参战的勤警 兵分五路 飞往 乔 董 邵 三个遗凶的 袁吉 以及其可能藏身的 兰州 大连 沈阳 北京 武汉等事 赶赴兰州的刑警发现 邵淼淼曾经回过家 还有可能在兰州 租住了一间房子 根据电话监听 刑警 惊喜的发现 邵淼淼果然回到了兰州 还约好舅舅 在8号 去买家具 7月8号下午三十许 甘肃警方快速出动 在邵淼淼去家具店的途中 警方将他抓获 搜出随身携带的港币四万多元 人民币三万多元 邵淼淼被捕后非常强硬 拒不承认作案 不承认认识乔利夫 但是这已经无关键要 警方认为乔利夫对邵淼淼的死心塌地的爱 愿意做一对亡命鸳鸯 根本不可能独自逃走 警方判断 乔利夫很可能躲藏在邵淼淼的出租屋内 8号的下午 警方制定了抓捕乔利夫的方案 没错 乔利夫是个武林高手 但是他终究是血肉之躯 不是奥特曼 哪能挡得住子弹呢 想要击毙乔利夫 自然问题不大 但是捉活的则比较困难 为了抓捕乔利夫 兰州警方决定 以八个人对付一个人 这八个人均是精选出来身体强壮 伸手灵活的警警 乔利夫的前警校同事反复提醒他们 乔利夫的腿很厉害 一定要小心 万一被踢中 怕是要出人命的 警方包围了这个出租屋 八名刑警 鹤枪实弹在第一线 外围还有另外几十名刑警 乔利夫插翅南非 好久的乔利夫心情郁闷 中午多喝了几杯 此刻还在睡觉 看到屋里没有动静 刑警们不能傻等 决定突袭 最强壮的那个刑警 飞脚踢开大门 砰 没想到这个木门很结实 这一脚并没有踢开 刑警立即提了第二脚 这下子门被踢开了 前后不过三秒钟的时间 乔利夫被惊醒了 这个家伙 不愧是散打王 反应极快 立即翻身冲到客厅 此时七八个警察 已经冲了进来 中午喝酒较多 此时乔利夫还没有酒醒 即便是这样 他仍然迅速的飞起一脚 踢向最前面的东铁 和赵文广两位刑警 东铁和赵文广 都是警队里面 伸手最好的 他们立即向两边闪开 本来乔利夫一脚踢出 对方不太可能躲掉 但是此刻 因为多喝了几杯 伸手持缓了不少 这一脚就没有踢中 两秒钟之后 其他警察扑了过来 连同东铁和赵文广 一起将乔利夫扑倒 多年后 东铁回忆说 我用肩膀顶住乔的肚子 双手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脚 使他动弹不得 强壮的乔利夫毫不示弱 躺在地上 从这么多刑警扭打起来 这么多的刑警 一时半会儿根本按不住他 一名刑警健壮 使出全身力气 用枪托猛地砸向乔利夫的头部 乔利夫反应灵敏 头一偏 躲过了这一砸 这个枪托砸在利明刑警的嘴上 顿时鲜血喷涌 门牙掉了三颗 门口其他刑警 看收拾不住他 又冲了进来 像迪罗汉一样 将乔利夫紧紧的压住 就算是叶问 也打不过十个呀 乔利夫对付不了这么多人 七八个人 拼命地将他按住之后 足足捆绑了十多分钟 这才将他结结实实地 手脚一起绑住 如同捆一捆木柴似的 抬上了楼下的警车 七月八号的晚上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 何灿亲自带领精兵强将 连夜赶至兰州 对经吉普归案的乔利夫 邵苗苗 展开了审讯 乔利夫性格豪爽 很快承认了他自己的罪行 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反正你们问什么 我就回答什么 没想到小女人 邵苗苗苗却拒不承认 反而将罪责全部都推给了乔利夫 他说自己只是帮忙的 动手杀人和主谋 都是乔利夫 见到邵苗苗 雕钻蛮横的样子 见多识广的刑警们 不觉有些同情乔利夫 这个傻大个儿 哪里是这个女人的对手啊 他是被这个女人给利用了 邵苗苗苗是兰州人 还是独生女 邵家的条件不错 邵苗苗苗也有中学文化水平 本来可以找份工作 安分过幸福的生活 邵苗苗苗从小就刁蛮任性 性格凶悍 好意无劳 中学毕业 他不去找工作 却在兰州色情场所瞎混 后来又去了深圳做小姐 当年做小姐的 绝大部分都是家庭条件差 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 极少有邵苗苗这样的 邵苗苗的欲望很强 控制欲也非常强 做小姐期间 也经常与人争斗 从不吃亏 为了找贪财 他做了岑老板的情人 为了找靠山 他又找了有肌肉 无头脑的乔丽夫 做男朋友 乔丽夫供述 他和岑老板 女领班 均无怨无仇 甚至根本不认识 少淼淼说 被女领班欺负 让乔丽夫去教训他 这才出了那出绑架案 绑架案发生之后 少淼淼建议绑架 陈老板获取赎金 然后躲藏起来 小丽夫不同意 少淼淼就哭诉 被陈老板包养期间 曾经被他虐待 小丽夫听后非常生气 同意教训陈老板 绑架陈老板以后 少淼淼将送赎金的陈吉文 带到出租屋 乔丽夫见到已经拿到了钱 说干脆放了二人 少淼淼不顾陈老板的苦苦哀求 让乔丽夫将他杀了 以报复当年的虐待 乔丽夫无奈 一拳打中陈老板的后脑 将他活活打死 以乔丽夫的身手 一拳砸死一个人 也是一个小意思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三打选手上官彭飞 曾经被对手崔飞一拳打死 崔飞还是带了拳套了 做这样 少淼淼还不甘心 将陈老板四肢和头颅砍下 借口是不让警方发现 目睹这一幕惨状 一旁陈吉文吓了婚死过去 少淼淼让陈利夫将陈吉文也杀掉 乔丽夫不愿意说道 我们又不认识这个女人 没有冤没有仇的 干嘛把事情做学呀 少淼淼骂道 亏你这么大个子 说这种傻话 这个女人看到我们杀人了 还能留下吗 乔丽夫说 杀女人我下不了手 少淼淼说 你不杀他 就等于杀我 乔丽夫万般无奈之下 又一拳砸向陈吉文的头部 将他活活打死 因为陈吉文没有来过大陆 少淼淼认为 没有人会认识他 就没有花时间碎尸 陈吉文得以留下了一个全尸 期间 乔丽夫还揭发了一个 警方没有掌握的案件 逃亡期间 少淼淼决定 抢劫一辆车来作案 由少淼淼出面 骗来甘肃光华房地产公司的赵斯基 邀请他去运货挣大钱 赵斯基跟着少淼淼来到了住处 被乔丽夫几拳活活打死 到了夜晚 乔丽夫一会儿趁着月色 开车到黄河边把尸体抛进黄河 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案件 几乎都是由少淼淼出示 乔丽夫只是出力杀人而已 即便如此 乔丽夫亲手杀了三个人 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办案人员曾经疑惑 少淼淼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怎么会这么泼辣阴毒呢 很快 他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少淼淼供述 自己将赃款十九万多元的港币 人民币以及绑架余某捷来的钻戒 金氏等一批赃款交给母亲藏匿 警方去少母家中搜查起赃 少母却大哭大闹 甚至在地上打滚洒泼 不予配合 直到警方拿出搜查证 强行搜出赃物赃款之后 其母亲仍然不让刑警带走 一口咬定 这是女儿工作所挣的钱 一同前来的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介绍 少母是当地著名的泼妇 三天两头闹事 吵架打架 周边邻居没有一个人敢去招惹她 至此警方才恍然大悟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 11月24日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唐下镇召开629特大绑架勒索杀人案 宣判执行大会 乔利夫 邵苗苗苗 房庆宗等四名罪犯被判处死刑 押赴刑场就地执行枪决 直到被枪决前几天傻大个儿 乔利夫才幡然醒悟 一同关押了犯人们回忆 那天晚上乔利夫突然哭了 说道 我是被他勾引才犯了罪的 我的家庭本来很温馨 女儿才上幼儿园 你们说 我这么做到底图个什么呀 一切都完了呀 字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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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后